出征香港之前泰达队的状态并不处于最佳 因为长期的拉链导致了队员身体有越疲惫 而且在来到香港之后 泰达也遭遇了这样那样的困难 但是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浮云 最后的结果只有一个 泰达是冠军 当李本健稳稳的一脚定乾坤 泰达队成为了最幸福的 笑到最后的那一个 2011农历新某年的贺岁杯冠军 写上了天津泰达的名字 最热烈的拥抱 最尽情的欢呼 全力拼搏之后 因为冠军这两个字 我们已经等得太久 这时间久了 但是拿冠军不管它多长 只要冠军就好 刚才我们还开玩笑说 这是天津历史上第一个冠军吧 我一直想让我的队员们知道 取胜是一种习惯 要学会怎样去取胜 去做到最好 我们要继续前行 拿到冠军很高兴 给这个赛季开了个好头 我们还有很多要做的事情 还要准备亚冠联赛 总之 这场胜利让我们看到了很多有益的东西 证明了我们的实力 奔上主席台 领到属于自己的金牌 泰达队员们的开心都写在了脸上 作为胜利者 他们有足够的理由去享受属于自己的荣耀 当队赚佐里奇举起冠军奖杯的那一刻 或许很多人都不想起这两场比赛的点点第一 但是无论如何 泰达队走到了最后 无论是面对韩国联赛球队老盘强队卫生现代 还是面对中场新贵广州恒大 泰达队都表现得比对手更好 我非常喜欢这种类型的友谊比赛 因为它很正规 场地很好 观众很多 而且还有奖励 这对锻炼队员的心态很有好处 那么作为比赛吧 就是一个信心 毕竟跟恒大提吧 就是我们也是非常想证明一下自个的实力 证明一下我们全队的实力 没错 广州是一支非常有实力的球队 我很高兴我们没有输球也没有失球 但我们也应该考虑到我们也没有进球 打亚冠需要面对日本和韩国的强队 我们需要提高的还有很多 在狂欢的时候还能保持冷静 泰达队员们的居安思威 让人有信心去憧憬下一个狂欢的道理 虽然放弃了与家人共度春节的温馨 但是泰达队本次贺岁杯可以说是收获颇风 既锻炼了队伍 又收获了冠军 香港之行将成为他们足球生涯里 一段难忘的经历 而对于热爱足球的金门球迷来说 这个春节有些不一般 这才是真正给天津这个过年呢 高兴愉快 不像锅头给天独 这才是真愉快 奖杯 金牌 香槟美酒 冠军的荣耀 这就是泰达队为2011三线征程开的好头 下一次狂欢 我们不会再等这么久 听频道记者李直坤 史天维 发自香港的报道